因本土群聚感染案件持续增加 台中市政府是全力备战 而市长卢秀燕前往的半河宫视察时就表示 大家要同舟共济 一起的守住疫情 同时也宣布取消今年的春节公庙 市长发放小红包行程 以防疫为优先也避免人潮群聚 预计年后会转发小红包 给全市各幼儿园的孩童 而另外民政局也将推出 公庙及时看的视讯服务 方便出门参拜分散蒸留参考 市长卢秀燕奉上清香素果 前程祈求国泰民安 因应本土群聚感染案件持续增加 台中市政府也全力备战 这天卢秀燕前往万河宫视察时表示 大家要同舟共济一起守住疫情 也宣布取消今年春节公庙 市长发放小红包行程 今年台中市长的小红包 我们不会在公庙里面发放 今年在庙里面发放小红包的活动 要停止 但是很多小朋友很喜欢红包 我们大概准备了十万个左右 本来在公庙要发放十万个左右的小红包 我们现在会通过教育系统 在幼儿园 幼儿园的小朋友 当他们这个开学 过晚年开始的第一天 教育系统就准备好 给各个公司的幼儿园 市长表示往年农历新年期间 都会安排前往台中市各大公庙祈福 并发振应景的市长小红包 由于疫情趋炎 台中市配合中央防疫指导原则 决定取消原定初一初二春节公庙 市长发放小红包行程 预计年后转发小红包给全市各幼儿园儿童 台中市政府的民政局 它有一个影像及时空 就会洽切相关的网络公司 立刻的来恢复这个影像 我们要通过影像这个及时空的方式 提醒服务市民朋友们 如果你要来这个镜像参拜的过程当中 麻烦你在家里面看看影像 按照人潮很多打牌长龙 也许你的时间就调整一下 另外因因疫情变化 台中市政府也推出公庙即时看视讯服务 最晚将于26号前上线 民众可以线上即时透过镜头 查看公庙现场人潮 方便分散人流降低感染风险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导 liegen网络中环台中采访报导 记者周询中环台中采访报导 祭修中环台中采访报导